欢迎收看地团阶线 我是就位苏宗怡 家里有念书的孩子开学了 其实很多家庭 他的购车需求可能来自于 想要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时候 觉得方便好用 或者是家里孩子比较大 他上了大学 可以考驾照了 这个时候也许父母有能力 也会考虑帮他买一台车 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两种需求 来帮大家做推荐 到底有哪些好选项呢 首先来问我老爹 因为你有合作的车库 所以针对于刚刚所聊的 如果他也想要精致一点 豪华一点 甚至有安全感一点 那你所推荐的车款 今天有带来对吧 好一起先来看看 你所推荐的XC60 通常我们讲说 买中古车一定要找那种 就是折旧稍微高一点的 保值性没那么好的 那现场我带来这一步就是说 如果说你在预算上有一些考量 但是你又想要找车况 很好的 我觉得当然要花一些时间 那我现在带来这一步就是说 因为它是 第一个它全车远期 对不起 远版件 不是远期 远版件 但意思代表就是说 这个车主很顾车 这部车在新车 现在如果说你以B5的新车 来看是230几万 当年大概是200出头 但是 年份呢 年份是2021年的2月 小改前 它是第二代 2017年发表的 当然小改前就稍微有一个功能 其实有些车主很想要 就是跟Google共同开发的车机 所以什么Google Play Google Map 全部都有 那套系统 小改没有 小改前没有 我这个没有 但是我就说 但基本上我觉得 以Vovo的车主来讲 他们都 我觉得就是 我们都讲说 它是叫瑞典坦克 安全性 特别是在车身的刚性部分 然后另外在 主不动安全带也很好 然后另外在配配上 我觉得也很满 所以然后我刚刚讲 就是说 那现在我们现在的售价 大概是116万 所以我就说 你差不多等同于三年 三年 2014嘛 三年的车龄 但是你可以买到 新车的售价不到一半 或者是这个价格 是你可以去买 目前中型修旅一般品牌的 中型SUV 一些热门的车款 但你会不会想要 往Vovo来靠近 那你就会做一个选择 对不对 那里程高吗 里程数偏高 因为通常我们讲 一年大概 一万我都两万是正常 他一年开三万 就是他很爱这一部车 那后来因为他就 又看上了新的Vovo 所以车主就直接把 就是 同品牌内做升级 对 就把他收回来 但收回来 因为原因是 那家车 他车房顾得很好 等下你看那个座 你就知道 你就觉得 大概跟开一年车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 那第二代 但我觉得在改款之后 最大的辨识度的 就是这个所谓 雷神之锤的一个头灯 那光这个造型 大概就是 这个是Vovo 然后大面积的水箱护照 然后这个年代 基本上他的Level 2 也都是变成标配 自动跟车 车360度 不分等级 对不分等级 然后前面的雷达 也就内建了 下方的七八蛋 因为你知道Vovo 这种车 它比较走沉稳的路线 所以就是 当然就是跟运动化比起来 线条比较精简一点 是是是 但没有那么丰富 没有那么运动化 但是我觉得看起来 其实还算蛮成功 但以前盖上还是会有些择线 当然 然后 我们再看一下车车 因为基本上它就是 在 这个尺寸来讲 是台湾消费者最喜欢 而且你会发现 它其实有一个地方的角度 很有趣 哪里 它的车头 你看起来好像又觉得说 好像就是圆圆的 也走一个圆圆的线条 对 但是 你看它这里 是 它有个很锐利的角 就是我每次看它的车头 我都觉得 你这两个小脚很有意思 蛮好看 我自己觉得车头 真的很稳重 真的很稳重 但我觉得加上 这个Volvo这个logo 好 那叶子版的部分 它是走跟车身同色 那当然就是 没有防滑材质 没有防滑材质 因为它强调都会 没有强调那种越野的风格 轮胎原厂配的 大概是米其林 尺寸是235 60 18 当然就是走一个 这个胎算是比较偏安静的胎 那我当然也符合它的车 就是车格的一个定位 那后座尺码 因为我们等一下上车内 后座尺码我们来看一下 我觉得就是中规中矩 你说在这个轴距里面 你说有特别好的表现 好像也不是最强的 但是也不是最强的 但它的头部空间还不错 对头部空间很好 而且它有标配全景天窗 然后后座冷气出风口 在两侧B柱的这个位置 然后它的座椅基本上 像那个就是给那个叫什么 儿童安全座椅 那个特别垫高的那个功能 我觉得它也有 那当然就是B&W的音响 也是标准配备 但是我想请中规看一下 你看9万多公里的车 你不觉得它的PE 感觉还蛮新的 它后面很少载人吗 很常载人啊 它有小孩啊 它就是有小孩才买这个车 但是就这个爸爸就顾得很好 very good 他爸爸很斯文 然后也是一个 所以你觉得是一个会爱习车的人 其实你大概可以从车子里面的状态 去了解到车主平常顾车的习惯 对 然后特别像那个什么顶棚 因为手有时候摸到的地方 其实他都顾得算是很好 好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车尾 那车尾基本上我觉得 就是跟车身同色的这个压尾 就是然后它包含像这个地燈刹车灯 然后全LED的 然后双L造型 这个其实辨识度极高的一个尾灯 就是一看到来就知道是Volvo 然后下方的2.0的引擎 也搭配了所谓双边单出的一个排气管 那下方当然你这边就有一些防刮材质 因为这个还是难免会有的 那电动尾门这是一定有的 然后基本上打开之后 你看这个 我很 说真的 我知道老店为什么一直强调说 这个车的车况是很好的 如果它习惯在后面载重物 或是经常性致放 或是会这样子拖来拖去磨来磨去 你大概都可以从这个部分看出来 但它确实保护的还不错 保护的非常好 两侧的绒布的材质 也没有 其实像我自己的车难免都会有 因为放一些东西 刮来刮去的 然后会一些凹凸不平的 其实看得出来 但它就你看三连车9万多了 然后中间还有也是要有这个功能 如果你要放一些 偶尔放一些长形物体的话 一致一样可以做六四分离的倾导 那倾导当然方便也是非常好用 底板打开 这个有个挂钩 这个当然就是方便你 如果说手不够用的情况下 两手要搬东西 这边当然就是多了一些 算是还蛮弹性的一些置物空间 打气机 然后那个补胎基本上都是标准配备 好的我们继续进车内 老爹今天推荐价格在110多万 然后2021年的这一台Vobo XC60 你看我们一进到车内 坐在副驾上面 它就有几个我很喜欢的机能 除了电动可调之外 你看它有独立可以操作的这个电动的腿脱 我刚刚已经把它延伸到最外面了 这样你整个大腿支撑非常的好 超棒 收回来也非常的方便 另外呢 超明边你可以看到 它有两组记忆功能 附加这里就可以单独操作 上锁或解锁 这也不是每台车都有的设定 我觉得蛮好 对那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推荐它 是因为我觉得它在中古车架上 确实以三年来讲它折了超过一半 但是以入手的人来讲 却可以买到两百多万豪华品牌的 等级的功能 像刚刚终于讲的这个腿脱 然后那个独立的车所之外 其实我跟你讲 现在人但对主动安全 被动安全其实都很要求 ACC自动跟车 我刚刚讲其实车道便宜 车车盲底 这些基本上都有 然后我另外我要讲 就是还是请终于看一下 你不觉得内装老实说 跟一年内车龄的这种车况 是不是蛮接近 就是你刚刚叫我内外都看嘛 就是不会觉得 它是里程数特别高的车 应该好 其实我买车是这样 我觉得车子是这样 车子不怕开 只怕你没保养 那如果说我今天 我觉得可以找到一部 而且它都会原厂 对回原厂保养 然后全车原版件 那有几片 就比如说有烤漆版 这个我倒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车内顾得很好 老实说这个会花掉我 会节省我很多去整理的时间 因为这些东西才是你接下来 接手的人他会碰的 会使用的部分 对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个人是 其实我就会很喜欢这种车 那小改一样 第二代 对不起 第二代的这个改款大改款之后 一样配有12.3寸的数位仪表 然后里面当然有很多的模式可以选择 然后很多的资讯的取得 其实也都非常容易 操作就在方向盘上 HD台的显示器在前方 那也是算是标准配备 那这个对你开车 一定会有一些资讯上取得的容易度会增加 中控呢 这边当然有大面积的钢琴烤漆 来做一个质感的提升外 上方这个呢 其实这个造型老实讲我还蛮喜欢的 就是说撇开它是B&W的音响不缩 就感觉圆圆的 你不觉得好像是不是有点 老实也是是不是这边好像也可以圆圆的 只是它是10周 好了我觉得有点虚荣心做 就是我们看到以前手工车啊 或者是一些豪华品牌 对对对 他们都要有个 圆圆的东西在 好的 比较精品嘛 对好 那在功能面来讲其实也不差 往右滑 但就是比如说这个频道 就是那个收音机的功能蓝牙 蓝牙可以跟你的手机做连结 然后呢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基本上这些都是有的 然后呢 滑过往另外往这边滑单 就是在主按的部分的 因为现在是没有发动 对所以它这些有些没亮 但是在各个主按部分 你可以个别点进去去选择说 我要这个开 我要这个关 你可以自己去做操作 那整体的使用上 其实你看它的那个滑动的速度 敏感度其实也都相当不错 然后这一代也开始有了 所谓的这个Volvo Car App 你可以透过App去跟你的车子 去做一些互动跟资讯上的一个传递 下方的单就是音响 然后跟这边 这边有12V的点焰器之外呢 排档 因为它是搭配8速的手制排 然后变速箱的成熟度 其实算非常好 引擎以动扭 这个当然上次也有提过 就是说你可能夏天 如果是热车 要注意一下温度 对如果像 对你刚进车上 你可能要稍微碰一下 或者拿个卫生纸 因为这个会吸热 然后这样蛮热 这个当然就是所谓的行车模式 两个自备架跟中央扶手有个空间 所以我就说 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觉得 当然就是买中古车 我当然会希望是说小个短袜 这个短袜当然每个人标准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可以用到 在你眼中它就是所谓优质代步选项 对 就是折旧的价格稍微高一些 里程数偏高 其实我还是再次强调 我不介意 重点是如果你有在定时保养 而且有原厂记录 老实讲这个我就 因为车在用 你肯定里程值会增加的 是的 可是你是怎么样累积这些里程 你有没有顾到很到位 对 状态如何一车一车矿 是 也不是完全以里程数来定义它 没错 对吧 好这是老爹今天的推荐 那接下来请教两千 是 同样在中古车里面找 这种所谓的优质代步车 对 你好像设定了不同的条件跟选项 对因为今天大家跟我说 我讨论说要找这个进口的这种休旅车 那如果说你是家里的第二台车 像刚刚Andy哥介绍这台这个XC60 那它是非常大台 那其实对很多人来说 这个我平常可能爸爸在开这台车 OK 那如果是家里的第二台车 我偶尔拿来接送小朋友的时候 那这时候我会觉得说 我们可以往这个下一个集聚找一点 那当然现在比较受欢迎的 我觉得是这种 对市场跨界这种小休旅 那我觉得是进可供退可守的一个选项 那当然还有一个重点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你要买一台这个进口的小休旅 或者进口的车子来看 其实我觉得价差在中午车市场上 真的是蛮重要 所以今天Andy哥推荐这台XC60 你看大概可以买到三年内的车 你大概半价左右 我觉得它的CP值一定会出现 那你就会觉得说 去评估一下口袋的深度 那今天推荐这三台 第一台呢 我就推荐这个像大胆讲说豪华车 BB一定要有这个B&W跟宾市 这两台车是一定要上榜的 那我会推荐这个GLA的这个车型 那因为为什么要推荐这个车型呢 第一个是因为它的新车 当时如果说以GLA2018年 大概五年的车龄左右 大概它的中古车价 新车的价格大概是在182万 如果搭配AMG Lite的套件 那它的空间表现呢 包括它的这个底盘的性能 还有就是内装的一个奢华程度 其实你现在来看 大概都还算是蛮符合 这个时代的这个审美观 那它是跟1516年来看 它有一些小改 所以包括呢 这个液晶的仪表 一些尺寸上面来讲 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一些选择 那当然现在这个影片上面 看到这个车型是下一个车型 它的预算上可能要再拉高一些些 那如果说你往上一个车型来看的话 18年左右 大概你可以在100万 80几万左右的区间 你可以买到像这样的一台GLA180 那接下来 第二个推荐就是B&W的X1 那因为X1呢 其实大概也是这样讲 就小休旅 那其实这今年来感觉 你会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休旅车 尤其是进口品牌 它的价差也开始慢慢出现 所以包括近期我们在估这个B&W X1的时候呢 大概在2018年左右 我们可以在市场上 大概也可以买到 大概在80万左右 可以买到大概1819年 这样的一个车 是因为新世代 可能有些人会分流去买电动车吗 所以说要讲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一个价差 其实因为当时在买这个车的时候呢 像GLA呢 你可能顶多只有盲点侦测 那B&W X1呢 可能有这个车道偏移警示 但是你要这种所谓全速域跟车啊 像这个Volvo一样 这种的配备上面来看 当时的这个选配上面来看 除非车主刻意去选配 还没有Level 2 对不然的话 你可能就变成说 你在这个部分来看 你可能就会少了一点 那种科技性配备的一个感觉啦 那接下来呢 刚刚提到有差一点配备 对不对 NX就很保值了吧 对保值率之王来了 大家其实开这种双B车 有时候就会担心 后期的妥善率是不是不好 如果听2000这样讲 五年的车龄 对五六年的车龄 会买回来修 那没有关系 如果担心修车的话呢 NX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 那当然呢 还有一个很大一个重点 NX200 其实当时蛮多 就已经有在搭配 这个所谓的车距维持系统 你在使用度上面来看 你会觉得 好像 感觉 虽然有些 有时候可能不像 这个全速医生 车道至中的功能 但是 它的这个使用的 这个轻松度 开长途驾驶轻松度 也是相当的不错 而且会不会同样的 这种假设像 9万这样的里程 在Lexus的车上面 车主的接受度 就会相对又更高 相对会高一点 但是我坦白讲 买Lexus的车主 在中午车市场上 对于里程数 是非常计较的 计较啊 因为他们很谨慎 所以他们不太会愿意 买高里程的NX 是哦 对他们就会很在意 但是如果我们 以销售的信心度来看呢 那我们讲在 我们卖Lexus的车 其实我们车商 自己也是最放心的 因为它的这个 未来的这个妥善率的评估 是最好预估的 所以这边跟大家 做一个分享 那大家如果说 在100万左右的预算 我相信你可以买到 1718年左右的NX 当然可能跟颜色 跟里程 跟它的配备 因为NX他们的 引擎编程蛮多 有200 有200涡轮的 就是有2.0 300 就是NX300 那也有自然进气的 那给大家做参考 跟选择 好招 谢谢老千 那接下来浩森 你如果要配件这种 所谓的优质代步车 你会从新车去看吗 新车 其实要看口袋深度 就像刚刚两天讲的 其实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家围的阶段 都会有它适合的 或者是CP值高的 但是如果 你今天一家四口 你想要更好的乘坐品质 或者是驾驭的感受 其实可以在网上看一点点 相当于大概150万左右 我觉得会有不错的选择 那这个我主要的基础 就是说它空间要够大 然后你的里面的配备 要符合当代的科技 因为你可能很注重这种 3C的用品的连结 那以及乘坐的舒适度 再来就是 它的价位清明 稍微清明一些些 还有油耗的经济性 这些种种的选择 其实我想推荐的就是 B&W2系列的 2AT 对 2AT 那现在2AT 其实以前是220i 那今年前阵子 才推出追加218i的这个版本 那当然动力小的一些些 可是在它的这个国内引进版本 是Luxury Line 也就是说它的整个配备的水平 拉的蛮高的 而且那时候大家听到售价 有很多人询问 对就是155万 然后可是它的配备水平 又是几乎到底 那加上它的整个空间 我们讲它其实是MPV 属于中型的教室修旅车 那跟现在当时下的SUV CV比较不同 而且当时使用界面 还是最新世代 对最新世代 OS9.0 那我觉得有个关键的点 很多很多人 有的人啊 应该是说有的人 他不习惯做高重心的SUV 可能山路上会晕车 那其实像这种教室的修旅车 它的重心比较低 而且车内垂直高度比较高 那你乘坐起来的舒适度 就是媲美轿车 而且有额外更多的空间 那所以在它的整个车长 是设定在4米4以内的状态之下 车高又没有到特别高 1576mm 它也可以兼顾在市区的通勤的便利性 整个看起来 它的CP值是着重于在它使用的便利性 经济性 然后你有豪华车的质感 特别推训可以给大家试试看 那接下来小兰 由你来推荐 对其实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说 如果是给家里的大宝贝 比如说他上学的代步车 或者是家里的第二台车 那因为呢通常我们的大宝贝呢 他可能都是新手驾驶 那像最近刚好暑假的时候 也看到很多人在 很多新手在练习 其实如果以新手来讲的话 大部分都是给他小车 可能他的在上手的部分 比较不会压力那么大 然后我自己是有观察到说 其实像乙涵 你这种所谓的 如果你大概的预算是抓在100出头 就是你大概想要去买这种豪华品牌 豪华品牌的车款 给家里的这种小朋友来开 或者是说当第二台车的话 那我相信大家应该有注意到 就是Lexus的LBX 好因为我们现在看 像德系的豪华品牌 现在如果以他们售价最低的一款车 应该是可能奥迪的A1 那一台车的话 大概是入门的价格是128万左右 好那但是你看 Lexus的这个LBX 它的售价是从129.9到169万 总共有五个车型 那以它的车格来说 因为它车长不到4米2 然后车高的话是大概1米56 所以基本上 它是一个很好停车的这个车距 而且其实Lexus当初在发表 这台车的时候 他们有特别强调一个重点说 这一台车其实是 它是要打破极具的框架 它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以前的豪华品牌的车子 他们可能比较入门的车系 早期的这种比较入门车系 它可能内装的质感就会比较差 或者配备比较少 或者配备没有那么新那么多 但是它以这一款车来讲 即便你今天是买129.9的Active 其实它基本上重要的这些配备 已经全部都有了 而且我觉得它最好的是 就是它因为它标配 Nexus LSS Plus 3.0 这套智慧驾驶辅助系统 里面全部包含八气囊 全速域跟车 然后车道至中 甚至是紧急转向的辅助 然后后方的刹车辅助 离座的安全警示等等 全部都有 但是如果你预算可以再加一点的话 我觉得它143万的 酷那个版本 也是他们现在接单接最好的 最多的 因为大家那个配备表 一拿出来一笔 就发现说143万这一个 第一个它头灯的部分 它不只是只有LED的 它还有像是AHS 就现在大家最想要 就是有远光灯 自动遮蔽的功能 甚至有转向辅助 这一些都有 就是它在头灯的功能 非常非常的齐全 然后再来呢 就是它像是仪表的部分 它甚至有HUD的抬头显示器 12.3寸的数位仪表 9.8寸的中控萤幕 然后呢 它143万这个车款 里面已经是真皮座椅 真皮搭配几皮哦 所以你看它为什么会说 我也比较喜欢这种设定 对 它就是真皮 它不是说我入门的 然后给你用比较普通的皮 你只要花到143万的时候 基本上它也是给你真皮的等级 反而讲的已经是 也蛮适合家里的大宝贝 来开 等一下我们就针对于 OK 帮小孩子来选车 新手上路 你有很多需要帮他 衡量评估的地方 答案你们推荐什么选项 稍后聊 那种地球黄金线赖好友啊 你知道地球黄金线赖好友吗 真的吗 蛤 黄金线赖好友 那你知道加入地球黄金线赖好友 有机会可以得到iPhone15吗 真的假的 是真的 赶快拿起手机 加入地球黄金线赖好友 参加答题挑战 就有机会获得iPhone15 及汽车品牌周边好礼 同时获得独家及最新的汽车资讯 赶快加入地球黄金线赖好友的行列吧 LINE 地球黄金线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道 年底Toyota的全球 这个是速力效 我们现在自驾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台下友们地球黄金线邀您一起上线